熟练的刮起鱼鳞 鱼饭大清早就很忙碌 特别是肥美的生鱼片 是老涛的最爱 新鲜生鱼片口感独特 但主要制作生鱼片的鲍鱼 从1952年来 数量锐减了96.4% 5月 5月是不是 五星期那个 现在有钱人很多 生鱼片越卖越贵 主地黑鲍鱼 甚至创下一公斤 23万的天价 但鱼工薪水 却是天差地远 环保团体踢爆 鱼工每月只领200块美金 只有新台币6000元 他们的薪水 其实最后加完分红以后 可能一个月大概150块 到200美金左右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低的薪资 鱼工喂捕鱼 在甲板上屈身而睡 鱼鱼量供需失衡 过度捕捞和非法作业 就是主因 鱼船用岩绳钓上巨型鱼 台湾船对供应 全球六成鱼鱼来源 1500艘鱼船 捕捞量每年17万吨 每三片生鱼片 就有一片来自台湾 鱼船到底捕了多少鱼 他们也就没有办法知道 海里面还有多少的资源量 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管理 过度捕捞 伤害海洋资源 工作环境也越来越恶劣 十年前只要两个月就能捕捕鱼 现在得延长七到八个月 一片生鱼片背后付出的残酷代价 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东森财经新闻 刘思雨梁丽 台北财报报道 台北财报道